接下来来看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在开篇其实已经介绍过了 再来复习一下 工具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这个费用的特点是 发生的时间段是为了保证 关键词在于初期两个字 保证初期正常生产的 那是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还是没有达到 一定是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才归到工具器具生产家具购置费用当中 如果达到固定资产标准 就归到设备购置费用当中了 注意一定是生产家具非什么 非办公非生活家具 考题的干扰项就是将生产 换成办公换成生活 那像办公的生活的家具在哪呢 在我们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当中会讲到 生产准备费 如何计算工具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就等于设备购置费乘以相应的定额费率即可 好了 在这一页内容当中提示的要点有三个 这是第一个初期 第二个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 第三个非办公非生活家具 来看20年的这个多选题 这一道多选题是综合了我们本节的三个知识点 包含国产设备 进口设备和运杂费 再来看题干 关于设备购置费当中的设备原价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注意啊 是设备原价 设备原价属于什么 设备原价属于设备购置费 那设备购置费 它的概念是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对不对 好了 分析之后来看 A 包含随设备同时订购的手套 备品备价费 我们设备原价包括备品备价 而且这个备品备价是手套的 完全正确 B 包括施工现场自制设备的制造费 设备购置费 它包括购买和自制 注意啊 一定是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才归到设备购置费用当中 而题目 它没有提及是否达到固定资产标准 如果自制的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能归到设备原价里吗 不可以 所以B选项的陷阱挖坑很隐蔽 注意啊 一定要强调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才可以 B错了 C包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办公家具购置费 办公的归在这儿吗 我们买的这个设备是生产设备 非办公 如果是办公的是属于工程建制其他费用当中的生产准备费 所以干扰项 挖的坑在办公这个词上 D包括进口设备从来源地到买方边境的运输费 来源地到买方边境 这个是不是属于国际运费 国际运费所不属于设备原价 属于B是对的 E包括设备采购保管人的工资 采购保管人的工资在原价吗 不在是在运杂费里面 原价加运杂费才等于设备购置费 所以这道多选题正确答案只有A和D两个选项 是一个较难的题目 针对这道题容易让大家产生迷惑的是B选项 我们再从解析当中复习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概念 设备购置费等于原价加运杂费 注意这里面设备购置费是指购置或自制的 购买的自制的一定是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 工器具生产家具所需要的费用 而B选项它没有是否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这个说法 所以不能选啊 好了这是20年到多选题 再来看这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工具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 A该项费用属于设备费 这个设备费就指设备购置费 它属于嘛 它们两个是并列关系的对不对 达到固定资产标准设备费 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 工具器具生产家具购置费 B该项费用属于工程建设其他费 错了该项费用属于工程费用 工程费用包括设备及工具具购置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 C该项费用是为了保证项目生产运营期的 需要而支出的相关购置费用 是为了保证什么 是生产运营期吗 是初期正常生产 所以C也错了 那正确答案就是D选项 该项费用一般以需要安装的设备购置费为基数 成一定的费率来计算 好了同学们讲到这儿 第二节设备及工具具购置费用的构成 和计算就讲解完了 非常难非常重要的一节 还是到了每一节的最后一步 我们来总结一下重要的考点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国产设备原价的构成及计算 国产设备含标准和非标准设备 那这个设备都是含备品备件的 这个备品备件通常都是只手套的 标准设备呢是能够批量生产的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市场调查或者向生产厂家询价 就能够知道国产标准设备原价是多少钱 我们要掌握的重点和难点是国产非标准设备 不能批量生产 单独设计 单独制造加工 生产的设备是非标准设备 它的计算方法有四种方法 口诀 计 差 组 定 计是什么 成本计算估价法 差呢 系列设备插入估价法 组 分布组合估价法 定 定额估价法 我们重点掌握的是哪种方法 成本计算估价法 它一共包括十项 在这十项当中呢 前三项材料费 加工费 辅财费 会作为已知条件 计算题给出 需要大家记得口诀是 一起来说啊 拒费外包利税非 拒费外包利税非 计算谁就以前面各项为合计 乘以相应的费率税率 但是有个特例是什么 这个特例是 利润的计算基数 不包括外购配套减费 好了 说完了国产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进口设备原价 进口设备原价呢 又称底案价 建设单位买设备 进口设备有三个交易价格 这三个交易价格是 离岸价FOB价 运费在内价CFR 还有盗岸价CIF 要求大家掌握这三个交易价格 买卖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还有风险的划分 三个价格风险划分点都是一致的 由卖方将设备装到专业港的船上 注意啊是船上 风险就转移给买方了 那这三个交易价格 哪个价格 费用划分点和风险划分点是一致的呢 一致的是FOB价 FOB加上飘洋过海的两笔钱 国际运费运输保险费得到的结果等于到岸价 那FOB价离岸价只加国际运费等于运费在内价 三个交易价格 进口手续买方办 出口手续卖方办 而针对保险费和运费是哪一方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记忆的技巧是买方花钱 卖方办事 接下来 倒岸价的计算 一定要掌握啊 运输保险费是重中之重 运输保险费 它的本质是以谁为计算基数 是以倒岸价为计算基数 这个倒岸价 我们可以把它变形变成 注意这个变形必须要掌握 FOB加上国际运费 除以一减保险费的费率 这个公式得到的结果 就是倒岸价 还有一个变形是消费税这儿 消费税它的计算基数 倒关销 这两个必须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啊 倒关销等于 倒岸价加关税 除以一减消费税的税率 我留到作业自己客户去推荡它 然后进口从属费用 两费四税一定要掌握每一项的计算基数是什么 回忆一下 以FOB离岸价为计算基数的有谁啊 以它为计算基数的啊 银运 银行财务费 国际运费 对吗 那以倒岸价为计算基数的 关外险 关税 外贸手续费 国际运输 保险费 以倒关销为计算基数的 是销增车 消费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 还有车辆购置税 那原价我们讲完之后呢 原价加上运杂费等设备购质 所以大家还要知道运杂费的组成 在运杂费组成当中 牢牢的记清楚 要重点把握运费和装卸费 需要单独区分国内采购 还有国外采购 计算的起点不一样 最后一个说的是 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那它是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回到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当中 注意关键词 一定是生产 非生活 非办公 好了同学们 讲到这儿呢 我们第一章的第二节 设备及工具具购置费 这一小节内容就讲解完成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意 吨转ady